说起赵丽颖,大家一定会想到花千古,没错,花千古是赵丽颖塑造的一个经典角色,赵丽颖也因为花千古晋升为一线小花蛋,为更多的观众所说之,赵丽颖在几年前还没有什么名气,也没有多少人喜欢他,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他? 小编总结了一下,有三个方面的原因,一,赵丽颖的家庭非常和睦,这塑造了赵丽颖独立,自强的人格,赵丽颖一家四口,有爸爸,妈妈和弟弟,赵丽颖虽然出身农村,但是家庭和睦,一家人互相体谅,非常幸福,在赵丽颖刚出道的那几年,颖爸爸经常陪着他去上节目,赶片场,记得在一次节目上,赵丽颖的爸爸还向观众居光致谢, 在赵丽颖弟弟的结婚现场,赵丽颖一度哽咽,称自己经常不在家,都是弟弟,弟妹在照顾父母,她很感谢他们,原生家庭带给赵丽颖的这种信任,幸福感对她的人生观,价值观有很大的导向作用。 二,赵丽颖是娱乐圈里面的一个励志女神,赵丽颖没有资源,没有背景,最初只是演一些配角,导演看她是圆脸,甚至让她去整容,整成大众审美的锥子脸。 但是,赵丽颖偏不,她倔强地说,昂乐有一天晚了,观众或许会觉得圆脸更美,就这样,赵丽颖好了八年的龙桃,演了八年的配角,把能演的角色全都演了,压关,女儿全都来者不拒,这也磨练了赵丽颖的演技,使得她渐渐发出自己的光芒。 赵丽颖拍戏非常的认真,能不用替身就不用,很多动作场景都是她自己完成的,她还因为拍戏受伤而落下病根,也正是因为赵丽颖的这种精神,从星环诸葛到彬彬来了,陆真传奇,再到花千古楚乔传老九门,赵丽颖的作品越来越受欢迎,她本人也越来越受大家的喜爱。 三,赵丽颖非常节俭,节俭这个词一向跟明星搭不上边,我们看到的明星街拍,机场造型,哪一个不是全身名牌,有的甚至一个包包都要几万块,前一阵子张鱼提,不是还因为分享自己的名牌包被网友称赞耿直吗? 因为这才是明星的真实生活吧,而赵丽颖不是这样的,虽然现在收入也不少,但是她却非常的节俭,经常一件衣服或者鞋子要穿好几次,还有网友遇到赵丽颖在打折店里买了不少东西,要知道,其他明星穿的可都是当季新款,甚至很多是限量版,但是赵丽颖做起工艺却是非常大方的,给自己的老家修路,给事故中的家属捐款,慈善晚会也总能看到她的身影。 赵丽颖的节俭只针对自己,不像有些明星生活奢侈,浑身名牌。